你怎么知道我还要喝罗宋汤 我猜呢 因为你妈就爱喝罗宋汤 你好聪明 谢谢夸奖啊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罗宋汤 罗宋是早年上海洋金邦英语里俄罗斯的意思 罗宋汤在东欧非常受欢迎 因为甜菜为主料 煮出来是紫红色 所以也叫红菜汤 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因为俄乌战争对文化传承构成的严重威胁 所以将乌克兰罗宋汤烹饪文化 列为宾威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动手吧 一个土豆削皮 一个胡萝卜削皮 甜菜根两个也都削皮 把土豆 把土豆 胡萝卜和甜菜根都洗干净 然后把土豆切成两厘米的小块 放在盆里备用 胡萝卜切成一厘米的小块 放在一旁 甜菜根切成两厘米的小块 也放在一旁备用 拿卷心菜 切成两厘米的小块 切成两厘米的小块 洗干净放在一旁 芹菜三根 切成五毫米的小块 放一旁备用 新鲜欧芹叶 一汤匙的量 切碎 放入小碗中一会儿用 两根火腿长 切片 放一旁备用 牛肉800克 切成两厘米的小块 放入碗中 一会儿用 下一步做浓汤用的面糊 开中低火 锅里加入一杯面粉 一直搅拌 直到有香味出来 并且呈浅棕色 倒入碗里 再加入水350毫升 搅拌均匀 如果有点稠 还可以适量加点水 搅拌成这样的稀糊状 红洋葱半个 切成小块 一汤匙的黄油 放在锅里 开中火 当黄油化了以后 加入洋葱 炒出有香味来 然后加入牛肉块 翻炒至八成熟 再依次加入胡萝卜 和甜菜根 翻炒两分钟 直到有水分出来 然后加入土豆块 卷心菜 芹菜和红肠 再加入番茄糊 70克 搅拌均匀 随后加入热水一升 继续搅拌 撒上一茶匙牛制液 盖锅盖 转小火炖 一个半小时 然后加入刚才调好的 浓汤面糊 搅拌均匀 加入盐 一茶匙 继续搅拌 最后依照个人喜好 加一些黑胡椒粉 和欧芹碎叶 这样酸中带甜 香甜浓郁的 罗宋汤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并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